阿里扎科沃尔联手加盟勇士,NBA总决赛已经落下帷幕,休赛期已经开始,各支球队也在开始寻求补强,大家都在关心詹姆斯的去留,他会不会走,又会不会离开东部,如果离开骑士那么定会带来一定的连锁反应。 科沃尔加盟勇士就是为了总冠军,一旦詹姆斯走了,那么他会在一直失去统治力的骑士继续效力吗?科沃尔在常规赛场均得到9.2分,三分命中率高达43.6%,继后赛首轮打步行者,科沃尔有两场比赛,分别得到18分,19分,如果不是科沃尔,骑士很难过首轮,四轮打猛龙,科沃尔分别得到了19分。 5分,18分,16分,东部决赛打海尔特人也是场均得分上双,这三轮比赛,科沃尔是詹姆斯身边最可靠的帮手,但是到了总决赛,科沃尔三分球11中1,连续两年在总决赛中表现低迷,平时成绩再好,到了高考就不灵,其实对他还有耐心吗? 而且科沃尔已经不再年轻,虽然他的打法还能继续在联盟打一到两年,但是状态谁也不能保证,阿里扎在常规赛场均得到11.7分,但是继后赛表现并不稳定,阿里扎是联盟领级3D球员,年薪只有742万美元,是任何球队都想要的球员,阿里扎现在是自由球员, 最近有很多传言,阿里扎将心加盟勇士,如果是真的,勇士就不会去约尼克扬,阿里扎的三分球和防守是勇士最需要的,可,一从一后卫方到四后卫,到时格林,杜兰特,汤普森,阿里扎,伊哥达拉,这样的侧翼防守群真的无敌了, 试想若今下火箭队没有追求到乔治与詹姆斯,封线上的阿里扎又被勇士夺走,他们万般无奈只能去约巴默特,他们的硬实力必然锐减,乔治与詹姆斯今下有超过7支球队在追逐,火箭队不过是其中之一,虽然联盟看好火箭队追到詹姆斯,但没到最后一刻谁能说得清楚,在西角上我们看到了阿里扎对杜兰特起到了一定的限制, 甚至一旦阿里扎被抢走,乔治与詹姆斯的演员又落空,下赛季的火箭要想击败勇士就难上加难了,勇士这样做,不仅能够将自己的实力再度提升,也能破坏火箭的原有体系,以勇士的年龄结构,未来三年他们还是联盟最强的球队,其他球队只能试图去挑战, 科沃尔和阿里扎在战术层面也是比较适合勇士,或许加盟勇士他们会焕发第二春,但是对于联盟其他球队这一定不是一个好消息。